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这个主题就是这口设计的美感,也就是它的思想,它的技术,以及它的方法。 那我一样的说明,我在这里是几七个范例,然后从使用的情境当中带您来了解实际上所面临的这样的应用环境。 那从这个应用环境当中来领悟我们EIT造型,也就是透过EIT的造型来协助我们来设计接口,来发现接口,来表述接口,都可以的。 OK,好,那我们在前面两个回合呢,已经说明了use case分析,那么找到了接口,把use case切成两段。 OK,那么在第二个范例呢,切到过来,是把两个已经存在的iPhone手机的浏览器跟Android电视机的应用,这两个把它用EIT的造型,去把它接起来。 那无论是把它分解,还是把它组合,都是靠接口。 好,也就是说,不论你是做分,还是做合,那么我们都必须要依赖接口,都必须要对接口有很清晰,很明确的定义,而且要能够找得很精准,甚至设计得很巧妙。 OK,好,那么现在再来看看第三个范例,也就是我们针对通信协议的这个包装。 也是就是这个封装。 那么我们在EIT,那么如何呢,扮演一个封装通信协议的角色,而不是只是封装这个相关的类,或者是相关的软件。 好,我们要来谈一谈EIT,那么它就是接口,那么接口呢,一定跟通信协议有关。 所以呢,我们EIT,怎么去来处理,面对,或者是包装通信协议。 OK,所以在谈封装通信协议之前,那我还是一样帮你做个铺垫,呃,免得呢,你在这个,呃,上一个回合呢,没有,呃,好好的去理解,或者是说,已经隔了一天或是几天就忘光了。 好,我帮你做个铺垫,好,那我们在谈的是EIT造型。 那很多人呢,会认为E就是抽象类,T就是迹象类。 所以呢,从疫情的T当中,抽象出来而得到E。 好,这就是很多人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本身也没有错,也没有错。 只是说,这个是一基于这个how to的视角,从如何得出来的视角来看的,那也就是把这一个不变的部分,把它抽出来就成为一的部分。 那么,这只是一个how to之一,但是如果坚持这个how to,那么会反而压缩了对于EIT造型的应用的空间,以及这个缩小的我们EIT造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战时,把how to去掉,也就是说,不要执着于E怎么来,或者是不要执着于E跟,E是从T而来,还是从哪里而来,不要有先后的持续。 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I怎么来,不管是无中生有,不管是从E找到T再找到I,还是从T找到I,还是从T找到E再找到I,这个how to给它开放。 不管你怎么样子,我们怎么样的找到它,那我们通通不管。 然后呢,内部的部分,就是E里头包含了是不是善变,还是不变,那么我们也把它放宽,我们可以在E里头放善变的,再反而把不变的放在T。 那这样子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造型,跟我们的how to是独立的,是独立的,我们只要能够产出表达出来一个形就可以了。 那我举一个例子,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就像唐诗七眼绝迹是一个造型,但是李白杜甫白基义,他到底怎么去想,那基本上人人都不会去限制他,甚至也不会去教李白,你是先有第一季,再有第二季,还是先有什么,没有。 因为,当我们的架构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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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 把how to跟行把它分开 无论你采用什么how to 暂时不要太计较 我们只是先来计较一下 产出的这个表述出来的架构 是不是有eit造型这个行 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就来颠覆你的 这一个传统的思想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 去发现造型跟how to 其实是可以分开的 我们传统上面 都把这个t看成是插件 t就是放的是扇变的 t就是具象类 那么e就是从很多很多的t当中 把它抽象出来的 因为e是抽象类 是鸡类 所以我们都传统上都认为 善变的东西要放在t 不变的东西放在e 在这里我要挑战你现在的既有的架构设计的想法 所以我把它倒过来 我把非常善变的通信协议把它摆在e里头 而不是摆在t哦 OK 反而是t放的是稳定的 那么e放的是最善变的通信协议 因为我们不计较 不去限定e到底放什么 我们也不限定t放什么 我们只关心出来是不是eit这个造型 OK 就像李白杜甫 我们不会关心他是怎么去做那一首诗的 那是应该要开放的 大家才会有创意 但是大家为了沟通的方便 所以呢 我们会要求你写出来的诗 就是像孤狮城外寒山寺 对不对 夜半终身道客船 这个等等 他要依照奇远绝技的造型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例子咯 在网络通信技术发达的今天 通信协议是最难以这个 统一化的 最难以标准化的 那么系统的模块的设计 却常常依赖特定的通信协议 来产生 因而会产生一个副作用 就是让两个模块产生这个高偶合度 就是相依性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例如呢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有 一二三四个模块 四个marge 这叫模块A 这模块B OK 那现在 我们要来 这一个设计 A跟B 之间的 这一个 结构 以及他的 通信 这两个暂时不理他 我们现在是要来 规划A跟B 然后要准备 有两个团队 一个团队呢 要来负责开发 A 一个负责开发 B 那有一个架构师 现在假设你是担任这个架构师 那么该怎么下手 该怎么下手 所以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发现 这一个模块A跟模块B 是透过网络的通信 来取得互相的沟通 那么这两个模块 是分别由不同的团队 来开发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假设 你是这个团队的PM 就是项目经理 那么你会要求这两个团队 先会商 讨论出这中间的这个通议协议 到底是什么 是HTTP 还是蓝牙 还是GIGP 讨论出两个模块之间的通信协议 然后双方取得共识 双方取得共识 确定了共通都可以接受的 一个通信协议 所以他叫协议 然后才各自展开 各自的 这一个建制 第一个团队 建模块A 第二个团队 建模块B 就开始各自展开详细的开发工作 那如果你是项目经理 那么你是这样的做法 那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项目经理 这样子做法 这样子做法呢 基本上会引来的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那如果没有处理好 甚至会变成灾难 灾难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模块的建制都依赖在大家所商量出来的特定的通信协议上 譬如说我在设计 码9a的时候 就知道 这大家已经讨论过了 这个接口就http 这个通信协议就http 或者wifi这种标准的网络通信 因此我就依照这个通信协议来设计我的 以及开发的a模组 那么另外一个团队也是心中知道 这个通信协议是http 就依照这个http的 这个条件来开发b 那么好了现在 问题会出在 有一天 通信协议改变了 那个两个模块都要重改 都要改变 那 产生两个模块之间 的偶合度都太高 所以呢 会造成了 这两个受影响 a依照 通信协议去开发a 所以a跟通信协议就 绑在一起了 就有很大的相似性 叫dependency 同样的b 是依照通信协议 去开发的 所以b跟通信协议 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呢 a跟通信协议绑在一起 b也跟通信协议绑在一起 结果呢 ab就绑在一起了 那 这样子 改变a 就要改变v 改变a 改变v 改变v 就要改变a 因此呢 这个两个模块 就全部 绑在一起了 难分难解 未来 未来 就很难做 重构 未来就很难 分合 自如 未来这两个模块 就很难各自成长 各自测试 各自产出 啊 等等的 一个美好的效益 就从 就是 都被破坏掉了 OK 所以这个问题呢 如何面对呢 答案是 两边各把一个 EIT造型 OK 答案就这么的简单 OK 就这么简单 试试看 好 就在这个两个 这就是借口 所以在上面来讲 一样 我们大家在谈这个的时候 不要忘记 这就是借口 不要忘记这里隐藏了一个借口 这边隐藏一个借口 这边隐藏一个借口 OK 因此呢 既然它是隐藏的借口 我就需要I 既然隐藏的借口 我就需要I 既然要有I 为了要表述的清楚 我要两个配角 一个E 一个T 这边也要一个E 一个T 因此 就这个图呢 就可以 引导我们 去 找到 EiT 找到 EiT 找到 Ei MT OK 好 那么两个 造型的 EiT造型的T 就连到各自的 内部的 代码 也就是说 这一个 这一边 有更多更多的代码 就由它去连 这边有更多更多的代码 这就是 这一个 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这个部分 那 由 T连到这里 由T连到这里 OK 那么 这中间的通信协议 摆在这里 这一块 所以我们把通信协议摆在E 反而T连到两端 OK 那就是 这里 所以 两个E 这边的E跟这边的E 包装的通信协议 包装的通信协议 而且呢 在这两边都还没有开发 这个还没有做 这个也还没有做的时候 这个可以先写 这个可以先写 中间的通信协议 可以先做测试 OK 所以呢 在还没有 还没有开发 模块内部的代码之前 就可以先进行 这边通信协议的 一个测试 来确保 这个未来可以整合 不然 两边开发了之后 才发现 中间不能整合 那么就前功进弃了 所以一般 我们 要先确保 这个通信协议是通的 才会开发两端 这样才是对的 那 这个通信协议呢 跟他是无关的 因为这边有这边的协议 这边有这边的协议 那这边的 他会把它包起来 所以 他就不用关心 这边的协议是什么 因此呢 我们就透过两个EIT 把原来 绑在一起的东西 把它分解成三块 这是第1块 这是第2块 这是第3块 所以应用 两个EIT EIT里头就是两个接口 去把原来 绑在一起的东西 把它分成3块 然后 这3块呢 就可以 独立的变换 独立的成长 独立的测试 因此呢 通信协议 就可以随时的改变 随时的改变 通信协议的改变 并不会影响到这边的建制 通信协议的改变 不会需要修改这边的内容 这边的代码 因为 因为 这边的协议是用它的 只要 这边有变 只要改变这边的T就可以了 这边的改变 只要改变这边的T就可以了 不用改变它 因此也就不会影响它 所以 三方面 就可以 独立成长了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 变成 一个 两部分 三部分 然后 这一个 透过I 把它切开 这个就是第3个部分 由T来连出来 这个就是有I 把它切开了 所以这个1在这边 把1把它搬过来 这个不要 对不对 那 这边就是第1的部分 就连到T 然后 T连到这边的 I 再来连到E 两个E 把通信协议包起来 然后这边的T连到这里 所以就用两个I 把它 切开 变成三块 然后 每个I 有两个配角 这就是DIT的造型 OK 所以呢 这是两个EIT造型 联合应用的一个典范 就是 两边 各把一个 因为两边都有 这口 因此呢 我们就 用一个 图形来 再帮你做个 总结 刚刚是 以这个图来 说明 现在 是 逐渐的 用类的概念 来帮你说明 所以这是 一个Client 跟Server Client跟Server 这是两个模块 然后之间要透过通信协议 来做沟通 在这个时候 大家的焦点 可能会放在 这个C 跟S上 其实呢 焦点要放在这个接口上 这个接口 这边有一个接口 这边有一个接口 因此呢 我们就 就设计了 这样的一个 基类 就直接 直接从S 产生一个 E 从T 产生一个 E Ni 所以 这个是本来就有的T 这是本来就有的T 从这个T 无中生有一个 Ni OK 就是建立出它的基类 就这么简单 把这个看成是子类 上面建立一个基类 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一个 E 是不是从T而来 没有 这个E Ni 是无中生有 只为了把通信协议 把它提升上来 所以无中生有的基类 生有的基类 然后把最善变的通信协议 包装在两个E之间 包装在两个E之间 所以E里头放的是 通信协议 的 相关的代码 所以E里头放的是 最善变的 内容 最善变的内容 那么 反而是 C跟S呢 没有改变 这个都没变 所以在不改变既有的CS当中 只要上面加个基类 就可以把通信协议 往上提升 而且 把它包容起来 未来呢 随时可以改变通信协议 不影响C跟S 改变的C 不影响S 改变的S 不影响C 所以一旦 通信协议改变了 只需要 更改E就可以了 当你的通信协议有所改变 只要这边的内容改了 这边的内容改了 就可以了 CS的内容不用ban 不必更动 CS模块 的内部代码 所以 这样的一个双EIT的结构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刚刚是 直接从S 产生一个基类 有没有 直接从 C产生一个基类 也可以 你直接 再加一个EIT 也可以 加一个EIT 也可以 他只是多了一个这个转换而已 OK 多了一个转换 那这个方式 比刚刚这个可能更快 更方便 因为 这个继承关系呢 会产生 必要一起compiler的问题 这个可以不用 这个可以独立compiler 独立compiler 独立run 独立执行 他只要 去调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反而比较方便 就是原来只有C跟S 我现在两边各加一个EIT 有没有 就加一个EIT 其实就是 刚刚的这个例子 刚刚的这个例子 有没有 在两个接口 各摆一个EIT 然后这边连接到 1 这边连接到3 是一样的 只是这里 我只是特别说明 也可以 直接就走这一个结构 没有问题的 OK 就看 你觉得哪个结构呢 比较 方便 比如说 这个结构呢 就可以独立的compiler 独立的执行 啊 等等的 独立的维护 意思就是说 C跟这一边 这个C 跟这个EIT 是独立的compiler 独立的运行 可能运行在不同的 现成里头都有可能 同样的 这边也是独立的 这边是独立的开发 跟运行 因此呢 设计的两个基类 来包装通信协议 而且 因为 这个都是EIT 直接就是类 直接就是继承 直接指类 所以能够 信 迅速的 落实为代码 并立即减验 通信机制的可实现性 就是 我们这个通信协议 透过两个EIT 马上可以落实成代码 马上可以减验 通信机制 那 确定了通信机制的可实现性之后 我们可以 在大力来开发 C C跟S的模块 因此呢 可以确保 我们这两个模块 能够互联互通 避免未来 变成无法沟通 形成 信息孤导 OK 好 那我就 在这个 小回合呢 我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 下一个 实际的 应用范例 OK 谢谢 蓝